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不后退 牛角说 可是你的路走错了 老鼠说 我一生从来就是钻洞过日子的 怎么会错呢 老鼠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一直往里钻 最后闷死在牛角尖里了 所以说 做人要灵活变通 因人 因时 因地而变化 不知道改变就是死心眼 钻牛角尖 人生这条道路并不是一条直线走到尽头 遇到拐弯处 要学会变通 避开障碍 才能通往人生目标 一 人生处处有死胡同 学会变通 才会有机会 古人云 欠而舍之 朽目不折 欠而不舍 金石可漏 这是在强调 做一件事情执着的重要性 上学的时候 老师和父母都会告诉我们 要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功 就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 但是 我们在执着于一件事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 如果遇到了死胡同 是不是应该变通一下呢 曾经有一位年轻人 从小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于是他每天都坚持写作 经常往杂志社游记自己的作品 但是 十几年过去了 每次都只收到退稿信 他认为 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可以成功 后来 在他三十岁来临之前 他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 编辑写道 您坚持给我们投稿了那么久 看得出您是一个很努力的青年 但是很遗憾 您的知识面不够全面 文笔也不行 并不适合成为一名作家 不过您的钢笔字越来越出色了 也许你可以尝试新的方向 编辑的回复让他恍然大悟 他思索良久 决定放弃作家梦 开始尝试练习书法 最后成了著名的硬笔书法家 他就是张文举 张文举说 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 理想很重要 勇气很重要 毅力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人生路上要懂得变通 更要懂得转弯 正是因为张文举 懂得变通一下思想 所以他找到了书法的快乐 以前的一位女同学 在上高中时 无论怎么刻苦努力学习 成绩都是班级中下游 后来老师无意中发现 他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 于是找到他的家长 说明了女孩 在这方面的天赋 后来女孩开始 往绘画方面发展 最后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人生 能开启成功之路 但是生活哪能一帆风顺 总有很多障碍 在我们面前 面对生活的障碍 我们应该学会分析 调整自己的心态 人生道路上 处处有死胡同 只有学会变通 才会有新的转机 二 学会变通是一种智慧 有人说 世上本无路 走过去就有路了 路本有进 学会变通 就无尽了 仙人掌为了适应 沙漠的干旱气候 将叶子推化成次 植物尚且都能学会变通 我们人类也要学会变通思想 曾经有两个农夫 有一天 他们在干完农活 回家途中 食到两大包棉花 他们各自背了一包回家 没想到途中 又食到了上等麻布 一个农夫建议丢下棉花 背麻布回家 但是同伴不愿意 他只好自己放下棉花 背上麻布回家 后来又在途中发现了树檀黄金 同伴建议丢下棉花和麻布 背黄金回家 同伴仍然不愿意放下棉花 他只好自己背黄金 结果走到山下 下了一场大雨 棉花被雨水打湿过于沉重 同伴背不动只好放弃了 空着手和拿金子的农夫回家了 那个坚持背棉花的农夫 如果懂得变通一下思想 就不会错过了 背麻布和黄金的机会 到最后只能一无所有地回家了 生活中不懂得变通的人 只会原地踏步 永远无法进步 常言道 变则通 通则久 影视剧《温中一家人》里的 鞋厂老板周万顺 在一家国企食堂吃饭 负责人问他 你在这等谁 周万顺说 他在等端着金饭碗 却羡慕别人吃山珍海味的那位 周万顺跟食堂负责人说 你们的店面特别好 交通方便 可惜就是没人气 赚不到钱 每个月就领公家那点清水工资 奖金一点没有 周万顺说 按照他们的规矩来 不租不撤 每个月还发奖金给他们 问他们愿不愿意合作 把早餐店缩小了 把大的地方空出来 搞自主开发多种经营 不让租出去 就通过自主经营 来解决职工的福利问题 负责人认为想法不错 就带领大家逐渐致富了 懂得变通的人生是一种智慧 遇到困难的时候 发现前方的路走不通了 不妨改变一下路线 就会发现 在身后有一条通往成功 更好的路在等着我们 三 做人一定要懂得变通 萨贝宁说 最糟糕的情况是 抓住不放 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问题 我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 一定会经历各种失败 碰到很多死胡同 只有学会变通 重新开始 才能真正走向成功 从前有一个官员 邀请纪晓兰 去自己母亲的寿宴上吃饭 并且让她写一首祝寿诗 纪晓兰写 这个婆娘不是人 官员看了很生气 怎么骂人呢 然后第二句 九天仙女下凡尘 官员听了很有面子 第三句 生了儿子去做贼 官员满脸疑惑 下一句 偷来攀桃送母亲 这个官员满脸高兴 纪晓兰在官员母亲大寿上 很会变通 让大家都很开心 这就是一种智慧 懂得变通 才是智慧的人生 古人云 行至水穷 路自行 坐看云起 天意高 人生中 没有谁的生活 是永远不变的 要想更好的前进 就要在适当的时机 懂得变通 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 在十九世纪中叶 美国西部 涌来了大量淘金者 淘金的人越来越多 一位十七岁的少年 也加入了淘金队伍中 但是金子越来越难淘 当地天气干燥炎热 水源缺乏 许多淘金者 不但没有原致富的梦 反而葬身此地 少年经过一段时间努力 不仅没有发现黄金 也被饥渴折磨得快不行了 有一天 在少年症饥渴难耐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 如果能有个卖水的商店就好了 于是少年灵机一动 既然逃不到金子 不如改做卖水的生意吧 于是他放弃淘金 开始卖水 看着没什么前途的小生意 结果没过几年 少年积攒了很多财富 肖伯纳说 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 而不明智的人 只会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 做人一定要懂得变通 实际上就是接受不断变化的生活 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环境 就要学会适应环境 学会在环境中成长 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既然前方的路走不通了 就另辟蹊径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